各位朋友大家早 有沒有昨天沒有來參加 活動然後今天是第一天來的 沒有 所以大家都昨天有參加過 好 那 也許我就可以跳過自我介紹這一段 那這個大家好 我是吳明軒 這邊有我的email 所以像昨天說的如果有什麼問題 需要聯繫我們或是需要我們 私下幫忙溝通的 都可以就是寫信過來 好 那 今天我們這一段主要是要講這個 開放政府的這個手冊 那國發會其實有 翻譯了 就是OGP大部分的文件 那它包含了一些手冊 那我們今天呢 會有一些名詞的介紹 那裡面有很多專有名詞 但是這裡有五個 我挑五個比較重要的 也是大家會一直不斷講到的 從昨天到今天 第一個是這個MSF 那這個MSF 光是為了這個MSF的翻譯 所以大家就有很多的這個 誤會 所以就是一開始 那其實MSF呢 它是翻這個 它的原文是這個 Multi Stakeholder Forum 它是多方利益關係人論壇 但是呢如果你去看這個手冊 怎麼成立這個論壇 基本上它整個手冊裡面 在形容的是一個委員會 就是說你要先有一個 這個委員會 就是有 政府的人一半 然後這個民間的人一半 然後組成了這個委員會以後 他們要定期的有一個 會議跟討論 然後來與各個部會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 政府的單位合作 產生出這個行動方案 所以這個是一個委員會 所以MSF 如果你聽到我們提MSF的話 就是提這個 在行政院現在 在唐鳳國發會的這個協助下 成立的這一個 多方利益關係人的這個 開放政府的這個委員會 好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看到手冊裡面 或者是我們在談這些事情 提到NAP 或者是AP 它的意思就是這個 國家行動方案 National Action Plan 那第三個是POC POC是Point of Contact 是開放政府聯絡人 開放政府聯絡人呢 是指這個 國家的一個 比較 High Level的政治人物 就是在主導開放政府的這個 相關事務的 所以這個聯絡人 不是我們的PO啦 所以如果看到他 在手冊裡面提到POC的話 他指的就是那一個 政治人物 那一個人 一個國家可能就會 只會有一個 那我們這邊呢 開放政府的這個聯絡人呢 其實是唐鳳 唐振偉 那還是這樣 那 所以他跟我們 昨天談的這個PO的制度 或者是這個PITIS的這個PO的制度 想像的這個 開放政府聯絡人 是各部會有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嗎 所以這個就有點 在翻譯上面 是有衝突的部分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把這個POC 改成另外一個中文 可能會比較適切 大概是這樣 就是做一個區隔 好 第四個的話呢 就是他有一個就是 關於你的行動方案要怎麼寫 他就是請你做了一個這個 Smart分析 你的這個開放政府的行動方案 要夠聰明 要夠Smart 那Smart呢 就分開來的話 他基本上是指要明確 可以測量 然後能夠實施 人民有感的 做得完的 就是這個 要在時間內做得完 比方說 國外的這個行動方案是兩年嘛 那台灣這邊是規劃到四年 那四年內要能夠做得完 基本上剩三 對 差不多十 還有四 還有四年嗎 對 應該還有三年半啦 那就是提出來的時間要做完 那我 又快速看了一下 我又快速看了一下 就是大家提出來的方案 有一些 看起來有一些挑戰 時間上有一些挑戰 那也有大部分的這個 部會提出來的這個方案 好像就是一兩年就做完了 所以好像沒有規劃到就是這個 2024的這個 5月的之前 所以這個我們之後可以再來看 那最後一個叫做IRM IRM是這個獨立審查機制 那今天我們專門有一場 這個課程 是在講這個獨立審查機制 它是怎麼進行 但我今天也會稍微提到 所以今天我會環繞在這些 專有名詞 還有就是它對應的就是 OGP的這種操作手冊 然後跟大家做一個講解 好 那這個大家 昨天有稍微聽過了 所以我就再重複一次 就給大家做一些複習 就是開放政府的國家行動方案 在OGP的成員國是每兩年 它會發布一次 所以這些發布都是公開上網的 等一下我給秀給大家看一個網站 所以每兩年呢 這些成員國 它就會把它的行動方案 跟他們國家的承諾呢 送到OGP的大會這樣子 然後就跟著就是一起公佈 那這些承諾具體來說 都是跟透明責 跟能夠促進社會變革的公共參與 就它不是只有創造公共參與的場域 而是這些公共參與呢 是真的能夠回到促進社會 或者是一些政策的改變 或是政策的決定的 好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政府方提出來的這個 Point of contact 這個聯絡人的話 都是部長陳情的 比方說像加拿大是他們的財政部長 因為他們做很多新的這種財政資訊的透明啊 或者是這個 就是這種反貪的政策等等 所以不一定 通常不只這個部會 所以不只是看哪一個部會啦 有時候也是看哪一個部長特別對這件事情 有比較高的熱誠跟這個熱情 每個國家是不一定 但基本上是部長陳情沒有錯 好 然後呢 所以它會加入一個由民間組成的 民間跟政府 這裡寫錯了 對不起 由民間跟政府組成的厲害關係人論壇 其實基本上就是那個委員會 然後基本上是各辦 人數各辦 然後共同推動參與執行跟監督整個過程 有沒有符合OGP的這個標準 那每個國家發動行動方案的時候呢 它建議啦 建議你其實只需要5到15個 可以執行的具體承諾就可以了 那現在台灣現在這邊是比較 野心比較大 我們現在已經有19個不同的了 那可能還要有一些收斂跟改變 那他說不一定要有新的東西啦 你也可以從你在正在進行的工作 然後往下發展 所以 這個往下發展也是新的意思嘛 當然你 也是 也是新的 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但是不需要是一個 TOTALLY完全新的一個 方向跟專案 大概是這樣意思 也不需要一口氣放所有的東西 對 基本上它希望你能夠做完 因為 從2011年OGP開始的時候 有很多國家一開始的時候提了非常多 就是這個 我們要做ABCDE 就是非常有野心的 然後最後一執行 跟驗收的時候呢 可能 成效就沒有那麼好 就是可能一開始想要太大了 好 那昨天我們也提到了 這個OGP相關的主題有哪些 反貪腐 這個公民政治的參與 然後數位治理 然後司法教育性別健康自然資源 然後它有特別一個是這個採集事業 採集事業是像是採礦啊 採油啊 然後天然氣啊等等 那台灣這個 台灣有嗎 好 弱勢群體 其實台灣也有啦 我們也有一些採礦的這個 產業 它可能跟自然資源 或者是環境還是有關係 好 這些主題是環繞在OGP的主題 但不是說超過這個主題就 就沒有或是不能做 大概是這樣 但是它是這個 他們主要關心的thing 好 那這個行動方案是怎麼做呢 欸 行政部長的辦公室當窗口 是最理想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這個 是 唐政委 然後大概15人 各辦 然後 在比較廣的這個會議跟活動參與 比方說今天雖然這個厲害關心委員會 就是這個主完了對不對 好 可是假設這個法務部 或者是內政部 或者是其他的部會 針對特定的這個行動方案 會再去擴大出不同的這個工作小組 那這個工作小組裡面可能有 MSF的成員 也會有更多外部的專家 或者是其他的公民團體 這是可以的 然後 然後他會提醒大家希望盡量就是能夠即時更新進度 然後 錄影錄音 然後是一個開放式的會議 那就是說 讓這個 開會的過程 跟這些 來參加與會的人 對於後續的發展 能夠即時的掌握 因為 很多 會議就是說 我們就是我們啦 我們就希望說 比方說 我們在這個 開放國會這邊 就是有徵詢很多民間的NGO 跟公民團體 那我們就希望說 他們 他們 花時間來參加我們的會 然後結束了以後呢 不管這個 這些意見怎麼樣的被收納 被收攏 我們都希望他們能夠即時的再收到 就是新的這個進度的更新 好 那要掌握這個決策跟科技的know how 所以 決策的know how就是說 這個政策決策 或是政策的設計的know how 這個是在各位的這個專業啦 那科技的部分的話呢 可以試著跟一些民間的這個 團體 或者是社群 就是能夠有一些對話 這樣 好 那想像就是這個 長期的發展策略是什麼 兩三年內要做什麼 然後 甚至有一些國家 是有把這個 產生出這個國家行動方案 這整件事情法治化 就有點像是 他把 他加入了OGP以後 他把這件事情法治化 就變成是 他們每兩年 每三年就要一起做一次 好 那 那這些如果都做到的話 做到更好的話呢 就是 想要挑戰的話呢 就可以去想說 那我們提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有野心的 是不是 會提供提升這個公眾的注意的 那這個承諾對民眾來說 是不是有感的 好 好 那昨天我們也提到了說 這四個方向 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那如果你的行動方案 能夠包含這四項 全部 都有 這樣的精神在裡面的話呢 那就是 算是 可以說是 這個 嗯 嗯 A++ 這樣子的行動方案 就是說 他是扣連著 法律政策的 他是扣連著 開放資料 或是 資訊的開放 他是扣連有參與的 精神在裡面的 然後 以及他是 透過新的科技或是創新的部分 然後有跟 司部門的合作 司部門或者是公民社會的 合作 好 那具體來說怎麼寫 就是說 這個 我先問一下好了 這樣子 如果你的主責的業務 就今天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的工作是負責要寫這個的 可以舉個手嗎 好 有一半 那另外一半是 如果你的同事要寫這個 然後你今天是來替他聽的 可以舉個手嗎 有兩位 三位 四位 五位 好 那剩下的是 只是對這件事有興趣而來的 沒有 好難過 但是 沒關係 所以如果剛剛有舉手的同事的話 同仁的話 應該是有看過這個 就是各部會提的 那我不知道 這個其實在國發會的網站 他們已經全部公開了 就是 目前各個部會 有法務部 內政部 然後有 原民會等等其他的 客委會也有 好 那我現在舉一個其中一個例子 這個是 主辦機關 主辦機關是內政部 協辦是監察院的 它這個是要強化政治獻金的透明化 那大家知道說現在這個政治獻金 過去 大家知道這個政治獻金 依法要開放 但是它的開放方式呢是 你要本人去監察院 親自去監察院 申請 然後他會給你看 哪些政治人物收到哪些捐款 然後呢 你不能夠拍照 你不能夠抄寫 你可以引印 付費引印 可以印出來那些紙本的資料 沒有電子檔 沒有 你進去看的時候 它是給你看一個電腦 所以它是有電子檔 沒錯 但是你不能摳電子檔出來 然後印出來的 這個紙本上面 它還會蓋很大的帳 就是怕你蓋 好 但總而言之 以前的政治獻金是這樣開放 那現在整個監察院 已經把它數位化了 對不對 它其實本來就是數位化的 就把它全部上網了 公開了 那這個是強調說呢 它希望能夠再更新 再次更新說 你參選人應該揭露 他的政治獻金支出的對象 應該跟他的關係人的資訊 比方說呢 我的這筆政治獻金 我的支出不是收喔 不是我收售捐款 是我這筆錢我捐 支付 比方說我支付一個廣告費 要做一個看板 但是其實這個廣告費這個看板 這看板是我這個舊公的 或是我老婆的擁有的 其實我錢就是去我老婆那了嘛 所以這個關係人 應該要揭露 大概是這樣 所以為了要揭露這個關係人呢 他就需要就是修一些辦法 修一些就是要做修正 政治獻金法 所以還不是辦法而已 是修法律 要增設這些東西 然後他還要更新他的政治獻金的資訊系統 在這個申報的這個系統 就是候選人要申報嘛 那個申報的系統上面要增加這些欄位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有一個很具體的對不對 他有一個很具體的這個 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在他的KPI這裡 對不對他就寫 他不是一個數值的啦 就是說我要辦幾場活動 他沒有這東西 他是說我要修正這個草案 然後更新資訊系統 然後公佈這個關係人的交易資訊 像這種是很明確你知道說 我最後可以來看 欸你第一個有做到嗎 有沒有修法完成對吧 這個很明確知道可以衡量的 那有沒有更新這些資訊系統 這個也是很明確的 那這裡面比較可惜的是什麼呢 這比較可惜的就是回到我們上一頁 這裡面他有這個跟法律政策有關的 對吧他要修法然後要改變 就是說他做的這個行動方案 在預期是這 未來四年之內 某一個法律跟政策是會被改變的 資料的開放他想要增加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是你的政治獻金的支出跟 這個支出的對象 跟你的這個利益關係的這個揭露 是有新的這個開放的 但是在這個公民參與跟公民科技 或者是這個用科技的方式 這個裡面有一部分 但是在參與跟就是這個裡面 就比較薄弱 所以可以怎麼改變呢 我的建議就會是 當然我的建議只是我個人的建議 我的建議就會是 針對這些內容對不對 針對他想要做的這些內容 他可以增加更多的這個 就是他可以把一些他在做這個 他可以增加一些活動或者是一些管道 可以讓就是這個厲害相關 相關的厲害關係人 不管他是這個要選舉的人 或者是這個選民 他可以做一些前期的這種討論參與 然後以及他最後公佈的這個交易的這個資訊 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什麼樣的視覺化 所以他不是只有公佈文件 或是更新這個資訊系統 而是可以把這個應用再做下去 類似像這樣 另外就是在這個四年內 所以他到我們是到2024嘛 2024的5月對不對 像這個就有點可惜 他就會只有到這個 這是2022 這是2022嘛 所以如果能夠把這個時間稍微再延長 然後再增加一些 這種參與的部分在裡面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就很明確 那他的眼睛也不是非常非常大對不對 他不是說我要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徹底的改變這個政治獻金法 對啊 不是 他就是在這裡面再增加一件事情 就是我本來已經在做政治獻金的開放 然後我在這裡面再加一個元素進來 然後這個元素 只是我們就要評量想說 這個元素真的是一個四年的工作嗎 或者是 他可能是前兩年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你後面兩年 接續的是什麼 就是可以把它想成一個 有策略的這個發展 到這邊有問題嗎 好 我繼續把它講完 這個 我們下一堂課對不對 這個PM5 會來講這個行動方案的案例分享 各國案例分享應該是吧 我還沒有跟他think過 那那個地方的話呢 大家可以再看比較多 就是說其他國家是怎麼寫 然後大概這個寫法是什麼 那 我知道有一些 28號的時候 我們曾經開了一個大 比較大的會 在唐鳳跟那個 國發會主委 還有就是民間委員都在的時候 那當時大家有提出很多意見 那其中有兩個意見 我就在這邊跟大家再多做一點說明 其中一個意見就是說呢 有一些民間委員會覺得說 某些部會提出來的這個行動方案 看起來像是他們本來就在做的業務 並不是說那些業務呢 跟開放政府沒有關係或者是不好 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說看不出來說哪些是已經做的 然後哪些是要新做 因為要做開放政府 而新加上去希望能夠完成的事情 那我的建議就會是 我們如果可以在這個裡面寫得比較清楚 就是文字的部分寫得比較清楚 這個原本我們在這個推動這個 因為政治獻金這個是我個人比較熟 所以我了解它的這個問題 它有一些特殊的這種不同的業務 可能其他人並不了解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可以在這裡面寫得說 這個我們在開放政治獻金這件事情上面 過去幾年我們已經做了哪些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希望在推動開放政府 扣連這個精神裡面 我們又希望能夠推動的是 這個揭露這個厲害關係人 支出的對象的關係人 這樣子可能其他的人在看 不管是我們或者是這個一般的民族 在看到這個的時候他才會比較清楚說 哪些是你原本的就是在推動的業務跟方向 然後為了這個開放政府 你又新增了哪些元素進來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 第一個比較具體的意見 第二個意見就是有一些部會呢 他想要達到的這個承諾事項 或是他想要促進的是這個 某一個群體的 增加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的 這個空間 機會等等 這個都是好的 但是他的這個 然後他在這個可測量的這個目標上面的KPI 他就分年度 告訴我們說他會辦幾場活動 這個也是好的 但是這裡面的問題就會是說 這些活動辦完了以後 他是如何因為參加這些活動 這些人可以去扣聯到剛剛我說的 能夠促進社會變革 或者是政策改變的公民參與 否則的話你其實是辦活動嘛對不對 你辦活動這些人的確是來參與了 然後每一場活動有一兩百人 然後大家的確是在那邊表達意見 就是發言了 但是問題是這些意見跟這些發言 還有就是這些活動的產出 他是怎麼扣聯回去 你在輔導這個群體做更多公民參與的 或是公共事務參與的這個精神 或是怎麼他們的這些意見會怎麼被用對不對 哪些事情會有這個具體的改變 好像就從那裡面看不到 大概是這樣 所以不是說這裡不能寫辦活動 並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這裡面的這些 你如果把它寫成 你是要辦一些論壇 或是一些討論會 那其實應該要更寫得清楚說 這些討論會跟這些論壇 他是怎麼樣跟促進這些群體相關的政策 是有關係的好不好 好 那行動方案會怎麼被評量呢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提到那個IRM 但是首先呢 先給大家一個比較簡單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IRM是一個獨立的一個機構 就是他基本上是跟他們的秘書處是平行的 大概是這樣 那他的這個IRM會跟另外一個board 就是另外一個expert panel 就是會合作 所以他們會去產生出 要怎麼做獨立審查 就是這個獨立審查的這個標準是什麼 然後我們獨立審查的這個 要看的指標是哪些 以及我們到底這個利益衝突等等相關的東西 會在這裡面被處理 所以我昨天有說嘛 就是如果你是會員國的話 你一年要繳600萬的會費 那這600萬的會費 其實基本上是會有一部分的錢在這裡 這個IRM他會自己到那個國家去Hire一個 他們覺得符合他們標準的審查員 所以他其實基本上不是找外國人來審查你 所以裡面會發生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呢 政府的各單位在執行跟這個 在產出擬定跟執行 還有最後驗收你的行動方案的時候 你自己會出你自己的評估報告對不對 所以院這邊可能會把所有單位的這個評估報告整理起來 這個是一個政府自己出的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就是這種自我評量啦 就是我們的這個成果的這個評估報告 但是另外一部分呢 會有一個獨立的審查的這個報告是外部的 那他不屬於這個政府單位 他也不屬於我們這種暴民社會 公平社會的人 所以他是基本上是獨立的 那台灣因為不是這個OGP的成員國 所以這件事情怎麼做呢 現在有兩條路 第一條路呢就是呢 這個政委辦公室跟國發會這邊 還是積極的想要推動我們可以實際去加入了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真的成功加入成為會員國了 也許我們就可以走其他會員國的方式 這個是最理想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由政府的單位呢 出一筆錢 然後民間單位呢籌另外一筆一樣的錢 就是Match Funding 來聘雇一個第三方的這個學術單位 來做這個相關的研究 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這個事情還在討論當中 但是基本上會有這件事情發生 然後所以就是政府部分會有一份報告 然後獨立的審查也會有一份報告 那他會怎麼被評量呢 基本上呢就是有這些面向 所以你在想說行動方案要怎麼寫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來看一下他最後會怎麼被評量 所以今天下一堂課是案例 再下一堂課就會再講IRM 所以那裡面可能也可以反過來推說 這個最後會怎麼樣被評估 那我從那裡面再來想 那他基本上有幾個面向 1 2 3 4 5 6 不對 5 就5個 主要就是呢 做這件事情呢 有沒有是政府跟公民社會 或是公民團體 或是其他的公民 就是一起來做決定 就是有沒有這個付權賠利的過程 像我們今天就是一個賠利的過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們的 之間的合作 是合作的關係還是 合作的關係強不強 就是說 這些方案的擬定跟執行 是不是透過合作產生的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involvement 就是說 你有沒有把這個公眾的意見 或者是這些 你收到的這些回饋 就是再把這些東西 納進來 變成你的這個 行動方案的調整 或是在執行方向中的調整 你有沒有這樣的管道 有沒有這樣的過程 你有沒有開放出來 這樣子的意見 收集的這種機會 然後第四個的話呢 就是這種 你在這個 做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是不是有 足夠的這種 重要的利害關係人 會被影響的 或是本來就在關心這個議題 很長期的這些團體 或是個人 或是專家 是不是都有被 他們的意見 就是都有被收集進來 最後一個就是說 你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比較廣泛的宣傳 所以如果說我們做這些事情 可是我們沒有 讓更多台灣一般的公民知道的話 那其實也沒有用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做很多像直播啦 或者是像開放國會那裡 林昌佐做了很多場直播 跟一些網紅啊 找一些網紅來做直播 那院長也把這些草案 丟在他自己的臉書上面等等 大家就想盡辦法 用不同的方式宣傳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現在要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 好 好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像這個他會 他們 確定他們要做這個 IRM的時候呢 他們會來做這個 Open Code 就是來真人 那像他這一期 真的就是這個 捷克 我們新的好朋友 大家最近 突然對這個國家很熟 然後芬蘭 然後這個Swedence 都這三個 是他們現在在找 希望能夠來 進行這個IRM的 這個Canada 所以這是他們會去 他們自己就會去做 那這些人 你被他hire以後 你的責任是什麼啊 義務是什麼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完全是 跟 他的這個秘書處 或者是跟他的這個board 是分開來的一個程序 大概是這樣 好 那IRM也有手冊 因為我們今天是在講手冊嘛 好 IRM的手冊呢 也被翻譯了 所以就是 這個是英文版的 所以 也許我們也可以從 就是他最後會怎麼樣來 評估 來去看 好 基本上大部分的手冊 都被翻譯了 好 那我們 那我們 當然自己一個人 要看完這些呢 實在是 有點辛苦 所以我們後來 有一些是透過讀書會的方式啊 等等 所以在這邊也鼓勵大家 今天可以多認識一下 身邊的朋友 尤其是剛剛有舉手的那些 就如果你的工作 主要就是要負責 撰寫這個行動方案的話 那 可以跟你的同儕 跨部會的同儕 就是來 一起來 做一個讀書會 大家分攤一下 也許就不會一個人 這個 這麼累 大概是這樣 那他基本上呢 有 一二 等一下喔 他有一些手冊 第一個呢 就是說 主要是一些 就是一些 基本的規範跟指南 第二個的話呢 然後這個主要是跟 OGP有關 就加入OGP的這個 義務啊 權利啊等等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給這個 政府聯絡人 就是那個 我剛剛說的 high level的那個 政治人物 所以可能是 這個唐鳳 或是唐鳳政委辦公室 需要 熟讀的 就他裡面會告訴你說 這個其實 開放政府還是需要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嘛 昨天也有一些人有提 需要有很強的這個 政治人物的意志 在後面去推動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也需要有 能見度很高的 這種 endorsement 然後跟 promotion 就是這種 背書跟 宣傳 他才會變成一個 大家覺得是 跟自己有關 的事情 好 然後呢 所以這裡面都會有寫很多 就是他們覺得這個 政府的這個聯絡人 需要 做的事情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 這個是怎麼去組成 那一個 MSF 所以這個是國發會 現在在主持這個 MSF 就是 協助這些委員 來開會 需要去 去熟讀的這個手冊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個 共創標準 共創工具 這就跟大家比較有關 這個 共創標準 共創工具還有 這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怎麼產生出這個 National Action Plan 就是這個 行動方案 以及在這個行動方案的 過程當中 你可以用哪些工具 跟 用什麼樣的標準 去看說 我要怎麼樣跟其他的人 一起來 co-work 好 那最後有一個 獨立報告的 機制的工作手冊 這個就是 剛剛說的IRM 就是他最後 就是這個 獨立的機關 要怎麼樣來評量 所以他基本上 是把他的 遊戲規則寫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 應該也有一些 民間的這個 朋友來 這個 參與 所以就是 這個是遊戲規則 所以基本上 不管是 民間的朋友 還是政府 這邊 機關的同仁 都需要先 能夠 同意這個遊戲規則 在一起做 大家會比較 容易有一個 往下的共識 那他有一些階段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你有沒有廣泛的宣傳 你有沒有聚焦討論 有一些焦點的討論 跟專家的 你有沒有廣納更多的公眾意見 它是不是一個共創跟協作 產生出來的產物 以及它是 是不是在這個過程中 每一個單位都有被 付權跟賠力道 好 這些都提到了 那接下來講說 這個 co-creation的standard 基本上呢 這個就有點點複雜了 請大家 就是這個 多給我一點 這個注意力 基本上 也是簡單啦 它基本上就是三個階段 跟三個面向 這樣三乘三是九嘛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部分呢 又有基本要求跟鼓勵進階 基本要求就是你一定 至少要做到基本要求 鼓勵進階就是加分啦 大家可以這樣想 所以三乘三再乘二 所以就有十八個 所以這裡有個格子 有十八個 所以裡面有細的章節 會講這些 那我等一下會舉其中一些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例子 但大家可以想像 三個階段 其實也不是真的 結成三個階段 其實第一個是第二個 跟第三個加起來啦 第一個就是全部啦 就是你這三年 綜合來說 到底全部是怎麼樣 第二個的話呢 是單獨只看你行動方案的 擬定的過程 第三個的話就是你執行的階段 這個很好理解嘛對不對 好 那大家就會問說 那個擬定階段跟執行階段 不就只有擬定跟執行嗎 這前面還有什麼 這前面不只 前面還有包含就是 你前面是怎麼收集這些人意見 你怎麼把這些人來 以及你後面執行完了以後 你怎麼評估 你怎麼驗收 你提供的這個新的服務 或者是新的政策 被服務的主要的群體跟對象 他們的主要的回饋是哪些 這些都還是可以做 好 那在這個三大階段之外呢 有三個評估的面向 第一個就是有沒有足夠的宣傳 就是你這個宣傳是不是夠廣的 是不是更多人知道你真的開始做這件事 第二個就是你 你有沒有創造出一個 對話的空間 跟可以一起合作的一個平台 第三個就是你是怎麼做出這個決策的 這個決策是 來參與的人共同跟你一起做出的決策嗎 等等 好 那所以三乘三 再分成基本跟進階 所以這裡有18個格子 好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 比方說呢 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呢 在這個 整個這個process當中 就是整個 你在做這個 這件事情的這三點半裡面呢 它的基本的要求是什麼 基本的要求是 第一個你要有一個網站 這可能不是給各位 我不知道最後會是 由國發會統一 還是各部會的行動方法 要自己有一個 但總而言之要有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呢 要把這個 相關的資料開會記錄 還有進度 聯繫方式 聯繫窗口啦 還有公民的參與方式等等 用國內主要的語言呈現 大家知道有些國家主要語言很多嘛 有英文法文的 有一些國家是這樣 然後而且 不只是你公佈在這個網站上喔 你還要主動的通知 可能會被這個政策影響的人 跟團體 好 類似像這樣子 OK 然後另外呢 它會告訴你說 設計行動方案 階段更新的頻率 不能低於一月一次 執行進度 至少你每半年要更新 而且是 你更新的時候 是可以有一個管道 收集意見回應的 其實寫得非常細喔 好 那更進階的話呢 就是說 更進階的話 更好的話呢 說你有一些這種視覺化 資料視覺化的方式 剩一分鐘 好 對不起 我講快一點 有一些資料視覺化的方式 可以去呈現 或者是 你有一些這種 更多的這種 不同的溝通的管道 好 這些就是可以評估的標準 所以這一個 co-creation的standard 好 就是各位在 擬定 就是準備要寫這個 行動方案裡面 你需要去參考的東西 好 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 好 那 這些PP 這個PPT PTT 這個 這個slide 這個slide 我等一下會再交給大家 大家 這些細節 就等一下回去看 大概是這樣 好 後面有一些給政府的建議 也有給公民社會的建議 但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把它跳過 但基本上呢 關於他 昨天我強調很多 就是說 這裡面很重要 因為公民社會要跟政府合作 兩邊要有一點點互信之處 就是 公民社會的參與者 必須要拋棄一些 他可能既有的成見 或者是他既有習慣的一些位置 還有 對話的方式 那政府這邊可能要拋棄一點點 就是 一樣是成見 或者是一些恐懼 所以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其實也提供了公民社會的參與 很多的建議 包含什麼呢 包含哪些 公民參與的角色是哪些 以及呢 同意遊戲規則 還有我們的參與方式是什麼 然後 我們又可以再做哪些事情 等等 這些就是 比方說像今天 舉辦這樣的活動 或者是 由這些 過去有參與 這個OGP的這個 大會的一些成員 或是過去長期在關心這些事的人 把這些資料 首讀了以後呢 來跟大家做分享 這些都是 這個公民社會 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等等 所以他其實裡面有很多 那今天 因為主要來的人 是這個公部門的同仁 那我之所以附這個呢 就是也是希望讓大家能夠了解說 其實他這裡面對公民社會 也有一些標準的期待 所以 不是像昨天 RULU說的 對不起 昨天阿V說的一樣 就是說 不是說這個 這個過程並不是一個 民間來跟你要東西 然後這個要的 他要ABC 那你ABC都要做到 所以其實基本上不是這樣 那事實上甚至呢 有一些過程是 他跟不同的這個政府單位的機關 合作 然後產生出了很多行動方案以後 那個國家的首長 會決定 哪些他可以做得到 哪些他不能做得到 哪些他可以承諾 哪些不能承諾 那這個遊戲規則 他就應該在 一開始 這些 你去引爆這些公民 來做參與的時候 被講清楚 比方說 你一開始就知道 我的意見會怎麼樣被收集 我的意見會怎麼樣去影響 最後的決定 以及 他有可能是 最後的首長會覺得 他沒有辦法做承諾的 這些風險跟這些過程 都可以 事先讓參與的人知道 這個可能就會是 比較好的 你就會比較少收到一些 其他的負面的這種情緒 這樣 好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 把那個直播關掉一下下嗎 好 那 這個因為昨天 各這個 你還在接待 你感覺到 對 有 在 你 沒有 那 這 那 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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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